面對提問表情明顯很不高興的 就是到市府剖七的嫌犯 他一大早就帶著毛小孩 騎車出門假裝是散步的路人 但其實腳踏墊上 放了滿滿一桶白色的油漆 把車停在側門 快步衝去正門犯案 當時正好是上班的時間 把大家都嚇壞了 市府的大門和玻璃 布滿白色油漆 雖然嫌犯犯案之後 跳上機車違規騎上人行 到逃離現場 整個犯案過程不到一分鐘 但因為嫌犯針對的目標 明顯是新北市政府 所以警方絲毫不敢大意 以車追人在三個小時內 就在林口把嫌犯攔下帶回偵辦 因為案發之前 市府外的廣場才剛被人貼了抗議的小風車 陸陸續續在十幾間洗手間的牆面 也都被貼了陳情標語 上面寫 不要傷害我的孩子 怨風吹起政府保護孩子的決心 就怕跟波期案相關 警方迅速釐清 確認嫌犯沒有政治意圖 也不是幼兒園未要案的親友 醫生違法和廢棄物清理法 以上才處 華視新聞黃沛華林志淳 張漢成SG小組新北市報導 我是林一文 想要關注體育的朋友們 記得收看五二動起來 然後還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趕快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